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到物质的雌性 物质的雌性 我们讲 我们一个物质 像铁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磁铁摆在它的旁边 它一下子就被吸走了 有的物质 它在磁场的附近 它也有反应 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因为你铁摆在桌子上 磁铁吸它 很快你看得到 因为磁铁的力 比那个铁钉摆在桌子上 它的摩擦力要大很多很多 所以可以把它吸过来 有的时候它的吸引力 比你这个物质摆在桌子上 那个摩擦力要小得多 那根本就有吸引力 但是你看不出来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这里就是介绍 有一些物质的雌性 那这个物质为什么会有雌性呢 为什么会被一个磁铁吸过去呢 那一定是这个物体 在磁场里面 它会感应出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我们前面讲的磁的偶极举 磁的偶极举就像一个很小的一个 就像一个磁铁棒 它也有北极 也有南极 当磁铁的北极 放到这个物体的旁边 如果正好它的磁偶极举感应出来 是S级对着这个N级就被吸引 如果是N级对着N级就被排斥 对不对 那因此我们说 你这个物质 如果要被磁 磁场影响的话呢 它应该是会有 一个磁性 就是会感应出一个磁偶极举 那么这个如何会感应出 磁偶极举呢 我们只是讲到 以前讲到 如果是导体的话 那么导体啊 它里面可能会有电流啊 你有电流的话 有一个线圈的电流 它就会有磁偶极举啊 如果你不是 不是这个金属的物质啊 你怎么会有这个磁性呢 但是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任何物质 它都是由分子所组成 那这个分子呢 又是从原子所组成 原子里面又有电子 一个是轨道上的电子 一个是它的原子核里面的子子 它也带有正电荷 那么我们发现啊 原子周围的电子啊 它是绕着这个原子 做圆周运动 这是老一点的量子物理了 我们先用这个 我们还没讲到 近代物理 我们先用最老的学说 那个这个电子会绕着原子 在运转 就等于说绕着原子 做圆周运动 电子是带电的 如果它这样子绕圆周运动 绕圆子核做圆周运动 它的电流就是反过来这么流 对不对 电流这么反过来 它就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磁局啊 这是轨道上的磁局 还有电子的本身呢 它会自旋 会自己在转 没有不转的 都是在转 那么因此电子的本身 它有电荷啊 它到底什么形状 我们是不知道 没有人看过 那么但是我们想 你有一个电荷 带电体 在那里旋转 比如说这样子旋转 就好像有电流 这样子的一样 它也会有 磁 偶极局 那因此啊 我们就 认为啊 这个物质 之所以有磁性 是因为这个物质里面的原子 每一个铁 每一个都有轨道的磁偶极局 每一个电子呢 又有自旋的偶极局 磁偶极局 那么这些磁偶极局的总和 的向量和 就构成 这个物质 它的一个 总的一个 磁偶极局 因此这个物质呢 就具有 磁性 我们现在先谈这个 轨道 偶极局 这个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电子在绕原子核啊 我们可以把电子当作一个 指点 那个 一 基本电和负一 就是集中在一个 点上面 那么它的电流就好像一个 一个线圈一样 这个比较好处理 那我们就先谈一谈 轨道 磁偶极局 我们谈一下这个 这叫 Orbital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我们 假想 一个原子 它有一个原子核 在 一个 圆的 中心点 我们画一个 画一个 Circle 我们假定这个 是一个 电子 绕着这个原子核 在旋转 我们假定这个电子 在这里 Negative Charge 我们假定这个电子 它的速度是 圆 切 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走 那么它的电流呢 就是这样子流啊 对不对 它的电流就是这个方向 假定 假定它的半径 是R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了 这个电子是负1哦 它的电量是负1 那我们首先看 它的I是什么 有负1在那里旋转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I是什么 我们假定它这个 在这里旋转的时候啊 它这个是 Omega 是这个方向 V是这样的 Omega就是这样 V等于R Omega 好 我们说这个电流啊 电流就等于 我们写 已经把方向写出来了 我们就说 它就是绝对值 一 倍 到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T 它的Period来除 它的Period又可以写成什么呢 Period 又写成 2πR 2πR 被V来除 2πR被V来除 我们另这个好了 1就是这个 1就是绝对值 就是直写大小了 OK 直写大小了 好 那么 那么Mu Arbit Mu Arbit 就是 它的词偶极举 由这个电流产生的 它是I 乘上A的向量 I是这个样子 I如果这样子的话 它围成的面积向量在什么方向啊 面积方向啊 你这个是电流了 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 这个向量一定要弄懂 这个就是Mu Arbit Arbit 朝这里 好 那我们就把 这个A 带进来 I带进来 I是等于 1 乘上V 2 πR A呢 是πR平方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假定把 这个方向 当作是Z方向的话 它是负Z 它是负Z 负Z的方向 OK 好 我们把这个 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负的 E V R over2 这个是负Z 这个是它的 Arbit The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好 那么 假定这个 电子的质量是M 那它有MV啊 MV在做圆周运动 就形成了 所谓的角动量 好 那么这个 电子的角动量 轨道角动量 自旋也有角动量 那个叫自旋角动量 Spin Angular Momentum 那轨道角动量 我们就是用这个来代表 Arbital 它是等于M 乘上 应该是R cross MV 我们写成这样 R cross MV 这个V 那这个等于什么方向呢 你看R这个方向 MV 超上 它的Angular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是向上的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这个是等于M V R Z 那现在我们就 看看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我们都把这个 把这个 VR 跟VR 两个消掉的话 我们可得 我们可得 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你们自己去消一下 负的 所以它的 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跟 跟这个 Arbital Arbital Diple Momentum 跟Arbital Angular Momentum 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要 这个 怎么导出来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此 你看 每一个 电子在绕轨道的时候 都有一个 Magnetic Arbital Magnetic Diple Moment 那么它好多 如果一个原子里面 有好多个电子 好多个电子 那么 当然要考虑它的 Spin Angular Momentum Spin Diple Momentum 不过这个 Spin的 Diple Momentum 我们 我们就不导它 因为它这个 它是什么形状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先写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自旋 实偶其举 Mu S 与 自旋 角动量的关系 不导了 我们就 有量子力学 我们可以知道 Mu S 跟 S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那么电子所有的 自旋 它的轨道 磁偶其举 与它的 自旋 偶其举 的 向量和 就是这个物体的 总的 偶其举 好 那么 我们就 可以看到 因为物质里头 好多个原子 一个原子 好多好多电子 对不对 那这些电子 它都有它的 orbital diple orbital magnetic diple moment 又有它的 spin magnetic diple moment 那么它们之间 往往是这样子 如果 很多就是 有一个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是这样子的 那就有一个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不就 平衡了吗 对不对 如果它的电子啊 正好 一对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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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平衡了 如果有一个 没有平衡 有一个 没有平衡 那么 它这个 原子 就有一个 如果这样子的 没有平衡 就有这样的一个 总的 总的这个 磁氯基菊 那么 只有一个 这个 磁氯基菊的话呢 那这个原子啊 它就会 产生 这种状况 我们说 物质的磁性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 我们从这边 开始做 好了 一般这个物质的磁性呢 我们把它分成 三种 第一种 叫做顺磁性 顺磁性 我们 英文叫做 paramagnetism paramagnetism 它的表现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这里 把一个磁铁 一个永久磁铁 我们就知道 它的磁场 是这样子的 我们少画一点 我们就画这几条好了 里面是由 N级到 由S级到N级 外头回来的时候 是由N级到S级 这是它磁力线的方向 如果我们把一个顺磁的物质 摆在这一边 或者是摆在这一边 那 这个物质会受它的影响 于是就会有一个力 作用在这个上面 它朝这一边 力朝这一边 这个代表吸引力 就是说这个力呢 是要把这个物体 往磁场比较强的地方 推去 推进 所以这就是吸引力 但是这个吸引力很小 我们一般都感觉不出来 OK 感觉不出来 你要用很精密 很精密的仪器 才会感觉到 它的存在 OK 第二个呢 叫做 反磁性 也有的叫做抗磁性 它叫做 diamagnetism 那它的表现呢 我刚刚说 它会吸引 那这个通常就是 我刚刚说的 一个物质 一个原质 好了 它的好多电子 它的词偶级 总词偶级 都一对一对的抵消 有一个没有抵消 那它就是属于 这个顺磁的物质 OK 那另外我们看 什么叫反磁呢 反磁物质 反磁性 就是说 你把 这个 反磁物质 摆在 磁场的 磁铁的两边 它会受到一个力 是要把这个物质 推向磁场 比较弱的方向 这是反磁 反磁 如果你这个 反磁性很弱 都看不出来 你要用亲密的仪器 才能够 才能够撤出来 这里要特别注意 任何物质 你就算你是顺磁物质 将来还会讲一种 更强的 叫铁磁物质 它的原子 都有反磁性 都有反磁性 所以任何物质 都有反磁性 OK 任何物质 都有反磁性 但是如果顺磁性 它的磁力 比反磁性 要大的话 那你只看到它 向顺磁的方向 推进 对不对 因为反磁 是相当弱的一个东西 等一等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 所有的物质 都有反磁 我们先把这三种特性 讲完 第二种叫做 第三种 叫做铁磁物质 铁磁性 铁磁性叫做Faro Faro Faro R-R-O Faro Magnetism 它的表现就是 在一个磁场里面 在一个磁场里面 强磁场这个方向推进 那么这个就是铁磁性 铁磁性 像我们的铁固链 过渡元素里面的这些元素 都属于铁磁性的物质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会 有反磁性 反磁性呢 它因为是跟原子的结构有关 原子 原子里面 电子运行的结构有关 所以每一个物质都是原子构成的 那么原子的结构都是大同 都差不多 于是呢 每一个物质都有 好 我们现在假定 我们假定 我们现在看看反磁性 我们假定有一个原子 它的电子 是 如果这个时候你加一个 我们先假定它的电子 这个电子 负一 它的方向是朝这一边 于是呢 它的I就是朝这一边 I就朝这一边 I朝这一边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 Magnetic Dipo Moment 向上 Magnetic Dipo Moment 向上 OK Magnetic Dipo Moment 向上 好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加一个向上的磁场 我们磁场正好也在这个方向 外加磁场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朝这一边的话 那么这个 当然不止这里 这里都有啊 一个均匀的 一个External Magnetic Field 那电子 带电体在磁场里面运动 它会受什么力啊 我把这个 Magnetic Field 也搬到这里来好了 这里也画一个好了 它是不是会受一个 QV cross B Q V 比如说朝这样子 V V朝这边 往圆心的方向 cross B 朝这里去 V cross B V是 我们 弄一个 比如说这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速度 如果朝这边 磁场朝这边 V cross B 朝这半径向里头的方向 这是QV cross B 但是电子本身是什么 负的 对不对 负的 好 它本身是负的话呢 那么它的QV cross B 所以方向就是朝这边 方向就是朝这边 这是F 等于负 E V cross B 那么 V cross B F如果朝这边的话 那就是 它的向心力 变小了 向心力变小了 这个物体 它就会 怎么样 它就等于说是要 向外面 就是说它向心力小了 它速度就要变小 对不对 速度就要变小 它本来是要 轨道要往外移了 但是轨道不能随便移 我们根据这个量子力学里面 鲍尔的轨道 它有一定的轨道 你不是这层就是那层 不是第一层就是第二层 就是第三层 不能有一点五层 一点二层 所以这个力量不足以让它跑到第二层 那还是在这层 那还是在这一层的话 那它就等于什么 它的速度呢 要变慢了 速度啊 要变慢了 那么它的词举啊 就是说 那现在就等于说 它朝这一边会产生一个 朝这边 跟它相反了 会产生一个 Delta 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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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这个相反 所以你加一个外加吃长这个方向 它会产生一个Delta Mu朝这边 朝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 假如 还是这个轨道 不过它运行的方向啊 正好相反 这个电子在这里 它现在是朝这个方向运动 那么它的电流就是这样子了 电流就是这样子了 电流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它的 Magnetic Moment 就是朝这边 朝这边 V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V是 这个Magnetic Moment朝这边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还是 还是同样的磁场 就同样的磁场 有的原子是这么跑 有的电子是这么跑 如果这样子跑的电子呢 这样跑的电子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它所受的磁力 V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OK 好 这个 磁力 F 这个就是F 这个F等于 也是 负1 V Cross B 朝里头的 朝里头的话 就是说 这个电子 受的向心力更强 受的向心力更强的话 你的速度要增加 速度要增加 不是减弱 那就等于是 速度一增加 那这个电流就增加 面积是不改变的 因为R不变的 那就等于 它在这个方向 要有一个 Delta Mu 就增加一个Mu 我搞错了 不是不是跟B 这个是跟这个同方向 跟这个同方向 跟这个同方向 我写错了 就有一个Delta Mu 朝这边 跟原来的Mu同方向 这个是跟原来的Mu反方向 你跟他同方向 跟他还是反方向 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一个电子的运动 你加一个外加磁场以后 它都会产生一个 磁局的改变 这个改变的磁局 都是跟外加磁场的方向相反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Diamagnetism 反磁性 OK 好 现在我们知道物质有这个磁性了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 顺磁性跟反磁性 比较这个 跟这个铁磁性 差异很大 铁磁性呢 它很特别 我们特别 单独讲它 我们现在讲这个顺磁性 跟反磁性 如果你这个物质 它的原子 上面的电子 正好一对一对 它的磁偶机具都抵消了 通通抵消光了 那它就没有一个说是 有一个某一个方向的磁局 不像顺磁 那这个时候呢 你加磁场的话 那大家都是有一个delta mu 那就显出它的反磁性出来 如果说原来就有一个 有一个电子没有被抵消 它有磁局 虽然你加电场它有反磁局 但是这个磁局比反磁局大的话 你看不出它的反磁局 你还是看到这个 就这两个力 这个大这个小 来拉一个物体 当然物体顺着这个 力量比较大的方向移动 对不对 你是看不出这个 相反方向的力 现在我们 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看顺磁性 物质 顺磁性物质 我们可以当做 它里头 物质有好多个原子 每一个原子 不见得大家都一个样子 产生的磁局 不见得每一个都是 你这个方向 它也有这个方向 起初都是很凌乱的 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 它的磁局 我们用一个小小的磁铁来看 那么它本来就都是 哪一个方向都有 哪一个方向都有 就很凌乱就对了 很凌乱的话呢 那 虽然它对外面都会产生磁场 但是因为大家都很乱 所以这个 在外面任何一点产生的磁场 可能都是任何方向的 都有 那么都抵消了 因此呢 它本身就没有磁性 你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它有磁性 但是当你把外加磁场加上去以后 你加一个 外加磁场 External Field 那就有一部分就排列整齐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这就有一点像我们以前讲 Electric Dipo Moment差不多 它就排列整齐了 排列整齐了 那么每一个它都有一个 Magnetic Dipo Momentum 都排列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的话 你在外面任何一点 就会感觉到有磁场 那么这个是顺磁物质 那么反磁物质呢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Dipo 本来的Total Dipo是零 根本就没有东西 但是你摆在外加磁场里头以后 它都会产生一个 跟它相反的Dipo Moment 于是你加一个外加磁场 N在这一边 S在这一边 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是 我们顺磁 磁场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是N级 这个就是S级 这个是N级 这个S级 所以N级跟S级会相性 N级跟S级会相性 但是像这个反磁物质呢 它是N级在这一边 它是N级在这一边 所以N级对N级排斥 S级对S级排斥 这个是反磁物质 铁词我们以后再讲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物质被磁化了 叫Magnetized Magnetized 就是被磁化 那么磁化的强跟弱 磁化的程度 有强弱之分 有的同样的一个外加磁场 加在不同的物质 磁化强度会不一样 或者说同一种物质 受不同强度的外加磁场影响 它们的磁化强度也不一样 于是我们就定义说 什么叫做 它磁化程度 我们怎么定义它呢 就是用这个 磁化强度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我们用这个第一个字母 大写的M来表示 有的书啊 它的Mu啊 Mu是用M 小M表示 有的书它是用这个 有的书是用这个 Delta M 就免得它 因为磁性里的以后 有Mu0啊 将来还有Mu啊 免得跟它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 这本书是用Mu表示 我们就用Mu Magnetization 它的定义是等于M Mu 或者是等于Mu Total Over体积 这是体积 好 那么 我们就 在这里啊 看一看这些 都是什么意思 Mu的话呢 就是击化以后 每一个 小的 每一个排列整齐的 这些 小 小磁偶极的 偶极举 这是 偶极举 应该写个磁偶极举 那么Mu Total 是这个物质整体来看 整体来看 它把它这个 有多少个Mu啊 全部都用向量合 这是 总的 磁偶极举 总的 磁偶极举 那么 N是代表什么呢 N是代表 单位体积的个数 你 一个立方公尺 有多少个这种的Mu 那就是 N就是代表单位 是个数 V是代表 物质 这个物体的体积 我们写物体的体积 这个是磁化强度 现在我们来看 磁化强度 一个物体被磁化以后 有什么现象产生 我们把这个物体化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物体化成这样子 一段 很有规则的 圆柱形的某一种物质 现在要加外加磁场 你怎么加外加磁场呢 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物质的外面 绕有线圈 好像螺线管一样 我们在这里绕线圈 我加进去 I free 这个地方 就是I free 是free current 就一般我们这个电流 可以用电流剂 去量测的这个电流 IS 这么流的话 那根据螺线管的 这个磁场 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物质里面 就会产生磁场 我们假定这个很长很长 那里头就会产生 所谓的均匀的磁场 两端我们忽略 不管它 那么这个磁场呢 就是外加磁场 外加磁场 于是 我们就看这个里头好多原子 这个原子就在这个外加磁场里面 它的电子的磁局就开始被磁化 就是我们说原子的总磁局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原子很小 你看不见啊 我们里头尤其表面看不见 我们就看它这个侧面 侧面呢 这个原子 它被磁化以后 它的SN跟这个SN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这个方向的 所以它产生的电流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原子产生的电流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画这样就够了 那现在你看看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 这两个方向相反 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这两个方向相反 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这个电流的方向呢 我这个怎么这样画 应该这样子 好 那么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那就等于说 在边界的地方啊 电流一个这样子 一个这样子 等于底消了 只有哪里没有底消啊 这里这里这里都底消 只有这里没有底消 它这边底消了 这边底消 这边底消 这边没有底消 于是呢 它就在这个周围啊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有这么一个电流存在 这么一个电流存在 这个电流啊 只在表面上 因为里头呢 它交界的地方 通通底消了 只有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所以这个叫做 surface current 不但这里有啊 这里通通都有啊 通通都有啊 都在表面啊 所以呢 它的current 是你这样看的话呢 这边出来的 这边进去的 这个是is is跟if啊 同方向 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 表面电流 这个表面电流 是一种等效电流 equivalent current 不是真的current 不是像我们 你不可以用这个电流计去量出来的 我们称它叫等效电流 那又叫做surface current 好 我们说这个时候 这个是顺磁 顺磁物质 它产生的这个 于 I F 方向相同 方向相同 OK 那么如果是 反磁物质呢 我们就画成这样子 那么 好 有 可以 哦 是 就是 那 真的 闹 我们的电流还是这么绕 让它产生磁场 它产生External Magnetic Field 我们可以写 这里头有External Magnetic Field B External 这个也是B External I F 这个是I F I F这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就看它的原子 被磁化了 这个时候是反磁 反磁的话呢 你这个S在这边N在这边 反过的它是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就表示 它的电流 是这个方向 我们就画这几个就好了 那么它还是一样 在这个边界的地方 抵消了 边界的地方都抵消了 只有在边边的地方 没有抵消 边边的地方呢 它就是顺着这个方向 顺着这个方向 顺着这个方向 这个是什么 IS IS方向现在跟这个IF相反 它这么流的话 你在这里看到 它这边就是流进黑板面的 这边是流出黑板面的 流出黑板面的 这个也就是IS 所以反磁物质 IS之方向 与 与IF相反 OK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两种物质 都被磁化了 被磁化了 这个磁化的方向呢 因为IS是这样子 所以磁化的方向 Magnetization 是这个方向 这个磁化了 Magnetization是这个方向 OK 这个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 磁化强度 到底跟这个surface current 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越强的话 应该是这个 current越大 越小的话 这current就越小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根据这个 Magnetization 要等于 Total magnetic moment 被体积来除 那现在我们就先求除 我们拿顺势物质来看 不要 两个是 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 顺势物质 好 它的 Magnetic Diple moment Total 是等于多少呢 Total Total 它正好是等于 I S 乘上A A就是它的 这个 Cross-section的面积 Cross-section 如果电流是这么流的话 Cross-section就是朝那一边 对不对呢 OK 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么 这个是 Total dipole moment 那么它的体积 体积是等于 A乘上L 假定从这边到这边 是L长 体积是A乘上L 阶面积乘上长度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它的 Magnetization 是等于 Mu Total L被V来除 它是等于 I S 被 这个A 向量除 好 这个是变成A 乘L 那A 向量被A大小来除 就变成 面积向量的单位向量 面积向量的单位向量 OK 好 我们假定这个方向 叫做Z方向 我们假定这个叫做Z方向 好 那它就等于 I S 被L除 Z方向 Surface current要记得 它只在表面流 我们那里的 I 是L长 L长的这个物体 表面的电流 全部是 IS 总电流是 IS IS被L来除 就变成单位长度的电流 这就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 那这个就我们可以写成是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有时候我们 有的书上不是写这个东西 有的书上是写成 Lamina 有的书上J是代表 Current Ampere Per Meter Square Lamina是Ampere Per Meter 有的书上是这么写 OK 我都写出来给你们看 那么 这个就变成 Or 所以 磁化强度是什么 磁化强度跟它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值相等 磁化强度就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值 值相等 OK 那么这个是磁化强度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磁化强度的限积分等于什么 我们拿这个顺次物质来看 拿顺次物质来看 我们假定这个 我们先要讲的是 我们就看那个圆柱形 的物质 我们 假定 我们把它从中间 直径的地方把它破开 破开以后 你就会看到它的 Surface Current 是这样子流法 Surface Current 上面是打点的 就是流出黑板面 流出黑板面 底下是流出黑板面 底下就有多少个叉 那么这个物质像这样子 它被磁化了 我们现在都是 把这个螺线管产生的磁场 当作是一种均匀的 妈妈糊糊当作均匀的 本来它是不均匀的 但是 我们 假定这是好长好长的 一个物质 它的螺线管也是好长好长 于是呢 它的磁 在这个当中的磁化强度 就是一条一条的平行线 这是它的磁化强度 可视为这种样子的 那么外面就没有 外面没有物质 你什么东西被磁化 要有物质才能被磁化 对不对 你外面真空你拿什么东西磁化 外面就没有 磁化强度是零 好 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这个 close the path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线积分 线积分 我们先做close the path 好 我们做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呢 我们假设ABCD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ABCD ABCD OK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 M的线积分 就是做这个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Dots 做一个closed path 这个就是我们取的 closed path 那在closed path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Magnetization Dots from A to B 再加上 M Dots from B to C 再加上 M Dots from C to D 然后再加上 D to A的M dot Ds 好 现在我们看 在这个地方啊 这条路 这就是Ds了 我们说这个就是Ds了 这个Ds 这个Ds都顺着这个箭头 在CD这个地方 M等于零 因为外头没有东西让你词化啊 所以从C到D 这个积分是零 因为Magnetization是零 那么在这两端呢 B到C 要不然就是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跟DL垂直 要不然就是它等于零 这个也是一样啊 Magnetization跟DL垂直 要不然就是 外面就是零 因此这个也是零 这个也是零 因为你 Magnetization等于零 这一段基本就是零 这一段呢 Magnetization跟DL垂直 Dot也是零 就剩下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M Dot的DS积分就是 就是这一段呢 我把这个画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了 我们用Delta L 乘上Delta L 这整个积分等于M M等于什么东西啊 M的大小就是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它就等于Js乘上Delta L Js是单位长度的电流密度 我们这里写一下 这是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 表面电流 是电流密度 那表面电流啊 是每一公尺 有多少安培 那乘上Delta L呢 就变成穿过这个封闭面的一个表面电流啊 encrused 穿过这个封闭面 这是封闭路径啊 封闭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的表面电流 OK 好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子 我用颜色笔来写 Magnetization 它的封闭路径的积分 是等于Is enclosed Is代表surface Current 这个surface Current 是一种equivalent current 等效电流 enclosed的就是 你那个封闭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 穿过这个面的表面电流 OK 这个是 我们看的 磁化强度的线积分 好 现在我们 回过头来啊 看一看 以前我们 学的安培定律 现在的电流你知道 有Is 这个写错了 IF Is I-F就是free current Is是surface current surface current 那么surface current free current是一个真实的电流 就是我们可以用电流剂啊什么去量测出来的 它如果经过电阻可以有一个电压 但是surface current呢 你量不出来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在讲 安培定律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I-enclosed 在以前我们都是free current嘛 都是电线里面带的电流嘛 或者导体里面流的电流嘛 好 现在呢 我们通这个物质里面 它有IF又有IS 两个都有 两种电流都有 两种电流都会产生磁查 都会产生磁查 因此呢 这个式子 我们需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IF加上IS的enclosed 那我们来把这个拆开 拆开以后啊 拆开以后啊 它就变成μ0IFenclosed 再加上μ0ISenclosed 或者我们呢 先就把这个μ0先除过来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写到那边去 那这个式子啊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μ0除过来 它就变成B overμ0 .ds 要等于 free current enclosed 再加上 surface current enclosed 我再写一次好了 好 那么 这个保留 enclosed surface current enclosed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所以它就是加上一个 magnetization ds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项 把这个提过来 移过来 跟这个合并在一起 变成这样的一个石子 那这个里头 那这个里头是两个向量的合 B 被μ0除 就是一个向量 剪掉 剪掉这个向量 也是一个向量 好 两个向量的合 或者两个向量的差 可以用第三个向量来表示 好 这个H是什么 H叫做 磁强度 H称为 磁强度 是 了 那么 再加上一个 一条 做 这 是 超燒 非常 对 知道 对 Magnetic Intensity 于是我们就得到 另一个安培定律的 H.ds 要等于I Free Current Enclosed 我们一共有三个安培定律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安培定律 磁场的安培定律 是μ0层I Enclosed 第二个是 磁化强度的 安培定律 它这边是等于 Surface Current Enclosed 第三个 磁强度的 安培定律 它仅仅跟什么有关呢 Free Current有关 Free Current有关 OK 好那现在我们就 就想啊 以前我们 用安培定律不是做蛮多题目的吗 都很好用啊 比如说一个圆柱体 有电流在里头通过的话 我们求圆柱体内部跟外部的磁场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界 易如反掌 我们求过 罗线管 罗线管的磁场 也是用安培定律求啊 罗线环的磁场 也是用安培定律求啊 都用得很好啊 那现在又出来一个这个 又出来一个这个 那么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好 我们现在就看啊 我们说现在的Current 就是说 当你有磁性物质 存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啊 它 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那么 有磁场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磁性物质 这个磁性物质 就会在它的表面 产生电流 里头也有电流啊 里头电流 我们现在不讲啊 你们到二年级会讲 它 磁性物质里头 也会有 电流啊 好 那我们就 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了 我们假定这样子 以前我们做的这个例题哈 这是一个无线长的圆柱导体 这里头有电流 那个时候这个是I 现在应该算是IF 我们不是算出来 这一点这一点的磁场吗 对不对 我们是做什么 做一个closed path 我们拿外面这个 来做个例子哈 我们做这个 求这个磁场 求这个磁场 那我们是用这个 以前是用这个 以前的I仅仅等于 IF 仅仅是IF 所以你知道这个 你就知道这个 你就可以求这个 假如啊 它这个外面啊 还有 磁性 有磁性物质存在 我们随便讲好了 我们随便讲一个 假定这个是磁性物质 这个是磁性物质的话 这个上面有磁场啊 对不对 有磁场啊 这外加磁场啊 这个磁场会让这个 磁性物质做什么 产生什么 表面电流啊 磁场朝那边 所以它也有表面电流啊 它的表面电流就是 如果磁场是这样子 进去的话 那它的表面电流 磁场 磁场 这样表面电流的方向 也应该是跟这个 一样啊 所以它这个表面呢 它这个表面啊 会有表面电流 会有这个表面电流存在 这磁场 这磁场大小不一样了 大小不一样 所以它的表面电流啊 所以它的表面电流啊 是怎么样 你只能用这个磁场 你只求出什么来 由这个电流产生 这个表面电流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磁场表示啊 那个没有包括那个东西啊 你如果要包括的话 你如果要包括的话 就算你包括了 那你不晓得它多大呀 你不晓得这个surface current多大呀 多大 就是说这个surface current 有多大你不知道 因此呢 这一边的资讯你不清楚 你就不能用来求磁场 这个is要怎么知道 要等到你那个磁场知道了 磁场知道了 我们才知道它的 Magnetize 磁场知道 你知道这个物体的external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你才能够求它的magnetization 求magnetization以后 你才知道它的surface current 所以你要知道磁场 才知道surface current 也就是说 你这个必须要等 B场知道了 你才知道这个 所以你放在这里没有用 因为你不能用它来求磁场 因此啊 各位要注意啊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像以前的这个安培定律 它只能 用在没有磁性物质存在的空间 OK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空间不能用它 我把这个写出来 就跟以前我们讲过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跟那个求 有电流密度 可以求电位 那个石子 它只能够存在于 没有界电值存在的空间 有界电值存在都不能用 我不是特别提过吗 好 现在呢 你记得这个石子跟这个石子 比尔治沙瓦路 这两个式子 仅适用于没有磁性物质存在的空间 仅适用于 有磁性物质这个就不能用了 有磁性物质要怎么办 你这个式子可以用 因为它不管你IS是多少 它只管IF 它只管IF 所以你可以求H 但是你说我要的是B厂 你说你B厂求不出来 只能求H厂有什么用 我要的还是B厂 除非怎么样 我求出H来 我可以从H厂求B厂 这就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着就要讲 你如何知道H厂 可以求B厂 就是H厂跟B厂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下一次再讲 下一次讲 像这个东西你们书上没有提 它提得太简单了 那个东西讲了半天都没有用的了 那么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 我们还是讲一些比较完全的观念 你们现在先把这个基本观念 变成一幅很清晰的图画 存在你的脑子里头 你二年级上电磁学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辛苦 下个礼拜二 第二次断考 你们有没有上网去看那些参考题目 有没有 download下来 有没有download下来 你那个题目要做回一做 那我们在22号还是几号 有这个物理近视 那里头也有计算题 也可能会用得到 所以那你们就这几天 用功一点 好好的看看书做题目 那我礼拜五就不上课了 你们就在家里头 多准备一下 嗯 嗯 谢谢大家